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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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首先要用什麼做引字呢 你前一陣子有沒有看電視新聞 法國總統麥克龍 被人掛一巴巴 你知道嗎 掛一巴巴有什麼效果呢 我沒有再跟下去 現在很快 今天已經掛了兩日 已經判了罪了 判了四個月 判了四個月 其實都高 在歐美國家 以西歐或者美國這些國家來講 四個月是高的 但都抵錯 以前有一個很好看的就是布希 在伊拉克的時候 偷偷東西 他一掛牙 他就閃過之後 然後就說 噢 尺寸十 這些就是 外國的政要 政客 他們要表現那種 臨危不亂 處理不驚 那被人掛雞蛋呢 你還欠我的麵包 是啊 以前有一個英國首相 叫做威爾遜 哈爾維爾遜 有人被人掛雞蛋 他說 在我們的管治之下 那些人已經是有錢都不扔蕃茄 摔雞蛋 那這些就是 那種這樣的 智慧或者胸襟 智慧胸襟 但有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就是Prescott 英國的 我忘記是否是副手相 還是什麼 就是他被人打了鎚 在拉票的時候 那他跟著還拖 那兩人跟著他跌地下 那又是 又是good的 又是很厲害的 他打拳 那現在這個麥克龍 就留了一點點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人 初初就 就是 跟他握手 跟著鬥巴升過去 但是判了四個月而已 那我想問 鄭先生 或者問在電腦旁邊的觀眾 這件事 如果 我不知道踩不踩界 因為為什麼呢 講到這些事情 又可能是 威脅國家安全 就是有這麼暗時 我問了一個問題 第一 就是這件事 如果在香港發生的話 那那個 邵氏者 就是做這個動作 那個人會怎樣呢 被捕之後那段 就是警察 警告那段 那段 我想我們就 我們就不去揣測 不去猜測 對他很好 對他好 因為已經變成名人 那跟著 名人一樣的 那跟著下來 我相信 就查回去三五個月 跟著上去 我們就搜集證據有 半年後再閃 就不准保釋 是的 但是我覺得 基本盤 都是這個可能是國安法的 甚至是反兇法 因為 現在你看這個 為什麼我們去爭辯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體現到一個 所謂民主的政府 和一個 不民主的政府 那個處理的方法是怎樣 其實這個人你可以跟著 問這個問題 他報告他有沒有預謀呢 他有沒有人協助呢 他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呢 是不是 他跟著有可能做些什麼呢 剛才是張三講了 不過我就會覺得 張三已經溫和了很多 他如果有同樣的事 其實他坐底一年 快遍現在坐了多久 快遍現在坐了多久 應該十個月 差不多一年了 他做過些什麼呢 他現在還沒審還沒判 他做過些什麼 你問我 大家知道他做過些什麼 他在家裡說幾句而已 雖然很奇怪 但是也是說 那也是十個月 還有你 還沒審還沒判 還沒審還沒判 但現在這個法國法庭 這個就很快了 我看新聞 其實也有問過 他也有問過我剛才的問題 譬如他檢查過這個人 本身他是什麼 但是這個人告訴他 他是即興的 他是到期時 就是在那個場合 他突然間想做這件事 那個法庭信他 是不是 但是你在香港 會是怎樣呢 我想 那天那個 就是第一個國安法那個 就是拿著電單車 後面插了一支旗 其實上面有些的口號 又是到現在 是不是 那這個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好的描述 是怎樣 但是正如 我們在節目開始說 你不需要研究的邏輯 因為是沒有邏輯的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你頂得順 就在這裏 你頂不順 那就是有一個方法 那為什麼用這個 就是馬克龍這個作為一個引字 就是這個人 根據我的看法 我覺得他抵升的 如果我在這裏 我根本不知道升他一巴掌 我升他幾巴掌 那最多就是乘三 乘四 都是三 四 一 十二 都是十二個月 那是可以的 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今天說 會聯同其他國家結盟 就是針對中國 那這個之前他又說 法國不會成為中國的庫養 但是說這些話在今時今日其實是多餘的 我們現在去看你的實際行動是怎樣 實際行動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在英國下個星期 或者甚至這幾天已經在做 就是這個G7 G7開會 那法國就是其中一個G7的成員國來的 即是它說那個東西呢 那會構成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這次G7 如果有些關於中國的問題呢 那它會不會是阻流阻世啦 那整個G7最重要的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那個之前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拜登會在這次的G7裡面呢 會要求做一樣東西 就是就這個武漢肺炎這個瘟疫的起源 做一個調查 那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整個現在國際問題 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來的 超越了台灣 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東西 那我想一下 我自己有寫過 那近日陶傑也有寫 就是因為一確定了 或者甚至沒有一個確定 一有一個基礎在這裏 就是這個瘟疫的起源 如果是跟這個武漢的P4實驗室有關的話呢 不要理它是不是洩漏啊 跟它有關的話呢 就構成了一個法理的基礎 就是向有關方面去索償 那這個索償本身呢 可以有兩部份的 第一部份呢 就是美國的公民呢 他可以透過美國的法庭 去就他自己的個人 或者他的家人 在這次肺炎的瘟疫裏面 遇到的一些傷亡 或者經濟上的損失呢 去追到賠償 照我估計美國法庭去受理的 那這個案件一定會打很久的了 就是說不定都三五七年的了 但打完如果有一個定案呢 那跟著就會做一些要求賠償 那可能要求賠償這個過程又很久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美國法庭那些判的賠償 就很嚇人驚啊 就是可以去到幾億的 一條人命可以去到幾億的 那如果這個是class action 就更大鑊 是吧 那特朗普已經說過 就是賠一個幾億 我不記得那個巨大數目 那些人可以當作short 但是現在出現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在拜登他上台 現在這個疫情差不多受到控制之後 他開始轉後風就是說 大家不要排除肺炎的起源 是這個武漢肺炎 就是跟美國實驗室有關的 而你看美國傳媒開始轉後風 就算這個前國國務卿 賴斯他也這麼說 因為在這個2019年 即是2020年那個肺炎爆發的時候 美國的傳媒一面倒 否定了這個 跟實驗室有關的這個講法 就導致了這個肺炎 它蔓延的情況這麼惡劣 而美國的傳媒 是應該部分地為這個失業而負責 至於絕對 對之餘還給到壓力給傳媒 即是你現在還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完全否定了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傳媒本身就要自我修訂 譬如上個禮拜已經提及了 Facebook已經開始容許 即是現在說這個武漢肺炎這個 就是這樣的 起源是由受驗室爆出來的 那慢慢你看到它正在調整 它正在調整 其實就要為這件事就是 就是這個索償的問題 去做一個法理基礎 那如果你說去到民事那個 就當然政府沒有得控制 因為美國 就是這些東西它政府不會限制的 它不會因為我們是外國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G7推出一個整體的說法 就是我們現在要繼續追查這件事 換言之你已經不好像以前這樣說 我以前就排除了這個實驗室的可能性 或者實驗室那裡沒有什麼可能的 現在不是這樣說法 現在說這個可以查 一查 那跟著問題就來了 中國配不配合呢 如果中國用回之前那個講法 就是說 你現在想做這件事實際上你想誣我而已 那如果是這樣 那跟著人家說 無私顯現私 就是說你故意不讓我查 你就應該身有事 就是用我們的講法 這樣講下去 這件事就會發酵 其實它不需要說一件事 不需要說真的拿到實證證 它只是你說一件事 你隱瞞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一個責任 因為你可能 不是在那個武漢實驗室爆出來 但是在武漢爆出來 最初那個你是不是隱瞞了 是令到這個瘟疫 是有一段時間不受控制呢 其實這個已經足以 它們去構成一個追隨陪順責 即是去索償的責任 那剛才我們說了 除了這個民間之外 就是政府 那其中一個很肯做的就是 一定是印度 印度因為這個就是 莫迪呢 是被這件事搞到 頭昏腦漲 甚至可能倒台 那如果它要把那個視線 轉移去到其他地方 一定是中國 那所以如果你看印度的報章 我們現在差不多一面倒 就講這個 就是武漢 這個瘟疫爆發起源 這件事 所以你改名無用的 你現在改回Alpha Alpha Beta Gamma 全部無用的 因為這件事一坐下來 一冷靜一點 大家要走去 即是去計數 即是 一定是很禁的 整件事 所以這件事 你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挖出來說 其實我個人估計 跟昨天的反制裁法 是有 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就不是純粹說 這個月 即是它 要建立一個形象 就是我現在很強硬的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開始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 到期真的談起來 要追溯 那怎麼辦 即是我覺得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你說這樣搞不搞得怎樣 我覺得都很問稅 那有些觀眾可能說 那你在美國判這個 中國要賠償 那中國不賠償你 你出了什麼獎 當然不是 那一個例子 即是在加拿大的例子 那有個 即是有一間公司 就告這個 是俄羅斯 就告他的時候 就判了俄羅斯政府輸的 即是商業糾紛來的 那好了 那俄羅斯政府 當然不肯賠了 那結果呢 有個俄羅斯的船來到 然後 接著繳這艘船 繳這艘船 因為呢 你現在 即是在這個體制之下 你其實所有的商業的機構 其實都是國家的東西 所以你這艘船 都是屬於國家的 所以繳這艘船 都可以拍賣 就賠錢 那這艘船 其實有抗議過 都無效 那這艘船真的充公了 是啊 那所以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估計 這叫客觀的事 會陸續會浮現出來的一些趨勢 就是 中國在美國上市 其實會全部 會慢慢走 會回來香港 即是不會應該說回來香港 就是在香港上市 因為怕的就是 到時候這些公司 在美國的資產 被充公了 這件事會很久之後發生 不會在短期內 但是 其實現在如果要想 就是要部署 因為那個索償的金額 一定是很驚人的 你想想現在是全世界都被你搞定的 全世界都因為這個瘟疫 搞到雞毛鴨血 所以這個事件本身 我反而是覺得 真真正正的一個國家的大事 那又要看一件事 就是這個G7 在下個星期開的時候 開完了 會不會出到這個說明出來 就是我們要重新調查那個 就是武漢肺炎那個起源 那剛才提到 麥克龍這個馬克龍 為什麼會出了這件事呢 因為為什麼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在這裏講了很久 就是這個實驗室 其實是法國人幫忙起的 所以很奇怪就是 為什麼現在不爆 就是這些那麼重要的原子資料 為什麼完全沒有人去問 沒有人去查呢 就是一踩上來就是 第一件事要問就是 這個實驗室為什麼會在武漢起 我們大聲疾呼說了很久 由Day1已經開始說了 你舉個例子 你在這個 赤立華國機場 你旁邊建一個 就是細菌的研究室 你爆上來 你看看你是否全世界的仆街 你在旺角搞過 就是這個煤氣庫 不是這些全是 不make sense 的東西來的 你一問起上來 有很多東西就要問的 這個包括什麼 為什麼美國專家 在最初的時候 他們聽到 就是會發生這件事 甚至去到美國的時候 大家一起去講說 這個是由這個動物 是自然化成為的 那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幫那些人 全部收了水 他們是外判了 給這個武漢那個實驗室 去做他們想做的東西 而且是科水給他們做 所以爆上來 這幫人都可能想 起碼要什麼 但是這個神秘之事 說了我們不在這裡 elaborate 好了 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次G7還會講些什麼呢 其中一個講法就是 他們會講香港和新疆 我覺得這個都應該合理的了 開始講講香港 講香港其實很多時候 歐盟就講了 歐盟就就完善選舉的制度 這個化聲 就是說 這個是 抹奪了香港人那個 公民權之類的東西 OK 但是 我們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 你是不是好像以前這樣 就是譴責完之後 跟著就 不做事呢 但是這裡要回到 剛才一個轉頭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新聞就是說 楊潔篪和這個報紙在電話通話 我打死都不信 就是楊潔篪再講 今時今日中國人不會吃過肚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這部東西不是開玩笑的 這部 這部 有什麼冬瓜豆腐呢 就是 很難 很難 所以我覺得 就是tune down很多了 野狼外交 戰狼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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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狼外交只是在鏡頭前面 鏡頭前面 鏡頭前面 現在這個 那個不是給外人看的 那個 給自己人看的 給自己人看的 因為 據聞呢 其實真的在中國裡面看了這段 很爽 很多人 就是 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 可以對那些鬼佬 那些白皮豬 可以 真的發了鼻氣 但是 就 一沒有鏡頭的時候 就 哎呀 不要了 上個禮拜說 我們要做一個可愛的外交 要可愛 可愛的形象 維尼應該很可愛 是啊 那個 情況是怎樣呢 對於這些實質的影響的問題 舉例 譬如貿易問題 譬如加不加關稅 加不加關稅 賠償的問題 其實他們是比較低調一點 但是 對於香港的問題 他們很高調 這個就是回到我們第一節講 為什麼說這個電影 有這個不宜公映 為什麼會有這個反制 其實都是因為香港 在香港的問題 他們要表現得很硬 不會被人看的 為什麼這個後面牽涉到 那個 在裏面那個 形象的問題 這個外國的問題 但是對外 如果不公佈 其實就可以暗春 舉例 譬如說 美國軍已經下了台北 到現在有沒有聲音 我打算已經是 可以統一了 我們中國統一 過了三天的時間 過了 過了 我興奮了三天 三天睡著 三晚睡不著 我打算是等統一 是啊 第二件事 就是日本的首相菅義偉 就在那個國會的辯論裡面 說了一個說話 就是澳洲 紐西蘭和台灣 三個國家 這件事馬上引起了一些猜測 甚至香港也有很多人去評論 那是不是考驗呢 他這樣說 一定是不考驗的 第二 兩天 日本的中中央長官出來說 就是 日本對一個中國的 建交當局的公佈 沒有任何補充 維持這個原則 但是他沒有否定加爾維 說的一樣 其實日本是在做一樣的 它彈出彈入 我又可以估計一件事 到了隔一段時間他又出來說同一件事 又說這件事 他又看你怎麼搞 其實用一個這樣的說法 每一個現在西方陣營的國家都肩負起一個相應的責任 就是在這個天下遺憂裡面 他們正在做一些相應的部署 加拿大、英國 加拿大、英國 英國正在做的就是接收香港的人 所以在英國現在的國會辯論 亦都出了關於香港的報告 其中裡面也講了一件事 其中一個探討的可能性就是說 現在在1997年出生之後 沒有這個BNO的那些年輕人 都可以透過一個申請的BNO的方法去移民到中國 是探討著的 接著有很多很多變化 即是在香港問題如果中國是很強硬的話 這些西方的國家他們也都會撥出 有些國家出來去承擔一些接收香港人的 或者提供所謂的徒生門 現在差點是沒有做的 是美國而已 即是美國 澳洲也沒有做 但澳洲是做了另一件事 澳洲在軍事上對中國非常之強硬 在G7這次可能是第一個大陸出來說 其他歐盟的他們會不會做些事 我覺得發了聲明之後 其實他們會相應做些事 就不同以前 即是去年 或者前幾個月 只是只是聊天 因為現在去到一個問題 就是差不多接近攤牌的階段 這個分工本身 每一個地方都會做它相應的工作 日本的工作 就像剛才我們說的 有空就跟你說兩句 如果譬如在這個台灣方面 他們就會有一些比較親密的行動 例如加強和台灣之間的關係 至於說這個軍機降落這個台北那裡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究竟這個是不是意味著 這個美國一旦在這個南海 在這個台灣下發生任何事情 他會做一個協防的角色 在裡面這個議員去說 其實已經有這個意味著 所以這個是 除了美國之後 重要思考問題 就是日本和南韓 在這件事裡面 那個角色是什麼 我相信 因為那個飛機本身 在南韓那裡起飛 也都告訴了 南韓在這件事 是將會落膽的 去到這個地步 是不是形成了一個天下遺蹤的局面 應該是 所以這次G7 其實我們就看到 下個星期會看到那個狀況是怎樣的 當然也要看看 德國要換總理 會不會留下一任再去處理 還是這次他已經有一個行動 等下一屆跟著做呢 張先生問這個問題也好 理論上就應該等下一屆 但問題就是大家看到 匈牙利 在這個歐盟裡面搞了一陣 連他自己的國民都不相信 那裡的街權全部 在那個手 布達佩斯有街改的名字 雖然我去年去的時候 還沒遇到這個 又說了香港街 又說了達賴拉麻街 德國是出了一聲的 那現在255仔是誰呢 255仔我覺得有可能是法國佬 所以之前有刮馬龍一巴 我覺得是不夠的 如果他再出來 如果他這次做255仔 就應該再出來 就刮到他幾巴 你會不會犯了這個法國的國安法 有的 法國的國安法 那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講講這個反制裁法 那反制裁法其實是昨晚 但是如果我看那個 那傳什麼 反外國制裁法 反外國制裁法 但是我看那個內文 其實就不太清楚 因為後面有一個 很直接的問題是什麼呢 現在有哪些機構 在這件事上面做柱哥的封口 我有一刀尖 譬如匯豐銀行 金銀行 花旗銀行 可能這個你都熟 因為他們都執行美國那天制裁 其實所有銀行都有 那中國銀行 我覺得真的可以放開 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去到尾 他第一件事要遵守就是中國法律 為什麼呢 美國那部分的金融 可能他真的不早 但City Bank不是的 City Bank City Bank不可能是因為香港 而他要做 即是根據那個 這個反外國制裁 而他 他不遵守美國的法律 因為 這個他一定要做一個選擇 是吧 所以現在你 譬如說走到下來 其中一個要問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是 Kid for attack 即是以其人之道 還折其人之身 那現在提出這個制裁的 即是真正的 政府機構的那個層面 就是美國財政部 如果我要對等的制裁 我就制裁回來財政部的官員 但是如果不止的話 就是哪個機構去執行這個行為 即是這個制裁的行動事後 我也要制裁它 那你的問題就是 你City Bank那些怎樣教 是吧 那你有沒有聽聞這封聲怎樣教 這個真是新的 也都沒有人知道 即是好像是你講的 這種立法方式 其實是一個 很有中國特色的立法 完全沒有事 沒有封聲 是中間的條文 即是很隱瞞中國特色 即是一個是 我們中國字畫 就是所謂留白 即是留一個想像空間給大家去發揮 那譬如花旗銀行 那大家可能沒有注意 那在上個月 那其實已經將台灣的一些 零售業務已經是賣光了 那現在香港來講 會不會這樣做 賣給中資 他不管了 賣了就走了 主要剛才你說中國銀行 那中國銀行來講 你不要說 我不做美國生意 除非完全不碰外匯 不碰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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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也有可能 但是你現在全世界沒有一間銀行 是不碰美金 是的 那你不碰而已 你要跟其他銀行 你跟其他銀行 其他銀行都不敢跟你做生意 是的 所以 這個影響很大 但是 當然你說 制裁你其他外國銀行 這樣 譬如花旗銀行 你執行美國的制裁法 那我就制裁你花旗銀行 好了 那其實 現在這種形式就是 哪個 就是玩 so hand 那我們現在就 看誰帶到誰 是中國的 但是相信 牌面 始終 美國那邊 大 因為有一個 美元霸權 你事實上 你中國 你都需要美金外活 因為你走去 其他地方買東西 人家是不收人民幣的 除了伊朗之外 是吧 但是這個問題 都要看看 未來一段時間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那個效應 很快會體現 因為 雖然我們剛才這樣說 就是他留白 但是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你把刀居然砍下來 是吧 我不知道 我當然要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如果你以City Bank來說 他們會不會 take this risk 那我自己真的有這個疑問 你一天有留白 那生意老就最喜歡留白 為什麼在大陸 在80年代 90年代 這麼多外資進去投資 因為法律裡太多留白 變成你和誰執法者熟 你就可以從中得到一些 即是說 是你爭取到你自己本身最大的利益 譬如我開廠 我可以有些什麼 即是有些什麼法例 我講一些具體的東西給你聽 譬如說 你現在開廠很多稅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跟那個地方的當作書記Friend 不要跟鎮長 不要跟鎮長 是要跟他當作書記Friend 那很多事情很快就走 很多事情都原本很難搞 很快就搞定 這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叔叔大陸都是鎮書記 你真的這麼坦白 我不要緊他走了 我年紀這麼大 那我屋裡面有一塊地 然後聽人說 喂 你去中間樓那條路 有法例就是兩棟 即是兩間屋之間 要有商隔多少米 喂 那不夠啊 怎麼啊 克叔說 拆他那邊 就是這樣的 即是你有這些留白空間 那一些商人無組局 就去那邊投資 好了 但當現在大陸的法例 即是越來越 即是 無可法例 現在法例 是越來越清晰了 在一些這樣的 即是某些地方 你當然牽涉到政治層面 就另一回事了 那地方法 即是一些這樣的 譬如是一些這樣的 污染法 這些 那其實 你 或者是社保 他執行得越來越嚴格 那變了 這些廠家 他們的成本 越來越高 所以就走了 那再找一些 那些法例沒那麼清晰的 像東南亞 或者好像印度 那些 那印度的法律 其實都很多如牛無的 你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即是一般人搞不清楚的成果之下 那也都可以 其實印度那些 好像第三世界國家 那簡單來說 可以亂來 是嗎 全世界最嚴謹的法律 其實應該是印度的 即是什麼都寫得很清楚 但是 就是太清楚的時候 你不知道哪一條打哪一條的 那我們香港就比較清晰 簡單清晰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 如果 你又在香港 又搞一些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法律的話 那 開頭 就一定會是 有些人都 會覺得 即是香港 去回 即是第三世界 那可能有個空間 你賺錢的空間 那慢慢就沒有了 是的 那簡單來說 就是 我不知道下個星期會不會顯現 但是你現在不是不清不楚 但是 那些人會想的問題就是 你今天不是而已 你可能遲些是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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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其實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都override 了 你所有其他法律 是 那 剩下來就是 譬如你歐 歐洲的廠商 歐洲的企業 更加美國企業 他們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當然了 譬如匯豐 他現在已經撤出北美的市場 他自己宣稱 會集中回亞洲 亞洲 其實是哪裏 那香港 實際上 他連英國銀行都不是 他先頭都咬很久 說回不回英國 但是 最後他都不回英國 現在他也是叫英國銀行 說名的 其實都不是 實際上 我可以當是中資 簡單來講 Anyway 那個結論就是 其實剛才兩件事 是最大的影響 其一就是這個G7 他的公佈是什麼 第二就是這個反俄國制裁法 他執行那個範疇去到哪裏 是的 這個反制裁法 譚耀宗又說了 這個我們香港 香港還沒有在這個基本法裏面 其實這個反制裁法 就不是牽涉到這個基本法裏面 譚耀宗經常說 我們一國先 我們國安法 在大陸和香港都會有 所以反制裁法 相信不會說香港沒有的 他講得明白的 田飛龍講得明白的 這個是為了香港的情況而設立的 是的 那現在譚耀宗 他居然可以接受這個傳媒訪問的時候 公開講 我們香港應該就不會執行著的 就是又要擺基本法 又要扶三之類之類的 那譚耀宗大 其實現在他算不算虛假新聞呢 都遲的了 即是發佈假新聞 是不是 好 那就不要管他了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今晚沒有時間講 但是也是影響現在未來的事件很重要 就是慢慢周到案件 那如果是引到美國呢 那就又是發瘋了 但是發瘋他不會搞其他國家的 可能加拿大 加拿大已經有 但是會搞香港 所以那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反正有些什麼事情 都是搞香港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去搞其他國家 因為台灣是搞不到的 台灣就是 喂台灣不會打的 台灣怎麼打呢 就是你看到那個款 是吧 Anyway就不要再這麼多時間 因為今晚雖然軍需六個 但是我們要給他多點時間了 張先生說完這個緬甸的情況 我們下次再回來